所以当年的时候 我们的佛祖看到自己犹如涅槃 看到自己的娘 福报很大 圣着一尊佛 七天以后 她的母亲就圣在了套里天宫 佛祖一看娘圣天佛 将来就在堕落 堕落来就要下地狱 所以她到套里天宫 为母说法 她的母亲叫套业佛人 她举了尖虚空变化戒 划掉焚尘的那些地狱王菩萨 统统集聚地套里天宫 叫她的母亲向地狱王菩萨请法 地狱有多少种 所以佛祖自己也感到要离开了 不能叫娘向天佛 叫母亲 念佛 全父王念佛 要父王一起念佛 要周夜不断 一起洗念 决定往西方极乐世界 把最优美的 最容易修的佛法教给了自己的父母 让父母统统看过房下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国 每天佛祖祝福地藏王菩萨 说地藏王 众生有头发似的这么一点闪事 你要不要把他打下地狱啊 他放不下众生啊 因为佛法他走了以后 只有清楚众生的天性很烈 佛法将来要灭 所以佛法没有了 第三王菩萨就说了 佛祖啊 你放心的去 众生有一丝毫的 有一点 你们要去 这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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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给他超生 佛大菩萨也要说 佛呀,你放心的去 不管是有一个人诊修 他必诊修我一定无法 所以佛作对我们众生放不下 不愿意我们这些众生打下地狱 打下地位以后要等五十六亿七千万年才能出生 天天万四万生没有出气 为于我们众生愚痴 所以密乎颠倒 迷得很深 佛祖讲话 讲庆说话听不懂 只有着孽 天天想经济效益 物资享受 杀到一方 所以造了不良方面的罪念 佛祖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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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不是阿彌陀佛 也是西家文役佛 所以祝末法时期的众生 他把无量寿经 远远本本地介绍给我们 无量寿经是一幅大经 它是一个无量寿经 它是上尊佛道下毒众生 这是第一经 极远极对 它是个对照 所以我们遇到了 那是福报啊 恭喜你了 你重复的极远到了 地狱命没有一份了 但是你的信 你的留念 我们这里无量也很平坏 我给他介绍了以后 他一天神流过无量寿经 老法是围定大家一个人送钱前面 第一门就灌了 希望极了时间 脸花就长出来了 我们的身世过起来了 所以说你 我们的名字也挂上了一个注册了 所以要念不良寿经 不良寿经 你从主到位念一遍 释放显示一切诸佛给你灌一遍兵 这叫先受本本字 将来厚得字 所以说无量寿经 一遍一遍的念 西方几段时间就去了一趟 这一瓶回三瓶都在内了 所以说我们受持无量寿经的人 恭喜你成佛的机缘到来 将来都是佛国内的人 我们不得不守持 不要迷不变得 想前看 想前看 将来以后都是恶归的 如果是杀成之文 不改变 这都是畜生道理的 如果机器很大 不肯让人感到自己老婆为话 抹不得 所以扔着你 不是大赖就是什么 火气很重 这个都是地狱的感情啊 地狱门就打开了 所以我们要求建定会 西面坦诚之 任这一念这一声 阿弥陀佛 好好地念 将来只有任这念佛 十念一生 无一生也能往生